好 可以看到稍早七點鐘的時候 白沙屯媽祖又準時出發了 而要說到其實在昨天晚間六點多 他才進駐來到慈後宮 這也寫下了有史以來最晚住駕的記錄 在信眾的掌聲跟歡呼聲中 白沙屯媽祖抵達了苗栗通宵的慈後宮 要放然放起長串的鞭炮 來表達對媽祖的歡迎 時間是二十五號晚間六點多 也是有史以來媽祖最晚住駕 慈後宮的一次 媽祖香彈鑾轎衝進慈後宮內殿 香彈腳齊聚在廟城 高舉起橘色帽子形成一片帽 還場面壯觀 媽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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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文起來 白沙屯媽祖回鑾來到最後一里路 回程像是錦行軍一樣 從雲林北港朝天宮 一路狂衝四十二小時 走了大約一百二十公里 到達苗栗通宵慈後宮 二十五號晚上白沙屯媽祖住駕這個通宵的慈後宮 可以看到慈後宮廟城廣場已經集滿了人潮 大家全部都是要來目睹這個粉紅超跑的魅力 他很慈悲 真的我們看到都好想哭 我們在人間的 好像所有的心事都想要跟他講 所以每次看到新聞都會流淚 很感動 跟著媽祖住駕在慈後宮的信仲 忙著參拜拿物品過香爐 白沙屯媽祖競香活動 今年九天八夜行程 25號邁入第八天進入尾聲 媽祖鑾叫晚間住駕在慈後宮 等待二十六號一早七點正式回鑾拱天宮 記者高羽立科級高SNG小組苗栗採訪報導